而再来看到是在嘉义县的阿里山 也因为雨势相当惊人 昨天下午达邦公路名隧道出口 还有十字村的柯仔林道路 发生落石砸中车辆一万 其中一辆车被巨大落石砸中了荡风玻璃 差几公分就要集中驾驶 阿里山达邦公路一辆休旅车 惨遭落石击中 主席分局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车侧被撞凹一个大洞 而车子前方巨大的落石坠落 直接砸中荡风玻璃 看了让人直捏把冷汗 不过车上的女驾驶 幸好命大躲过一劫 女驾驶的手机还有贵重物品 因为撞击瞬间喷飞到了外头 焦急地想要找回来 但此刻山区还不断下着雨 就怕还会再有落石 远景立刻伸出援手 好不容易找到手机 但过程中远景的双手 不小心遭到玻璃割伤 但幸好缝合包扎之后没有大碍 大雨阿里山满是落石 就这么巧一个小时过后 主席警分局又在接获报案 轿车前后都被落石击中 车上五名开心出友的朋友 吓得半死 虽然车子被砸几乎半毁 但也幸好驾驶 以及乘客们幸运逃过死劫 接着张俊荣嘉义报道